第三题如图甲柄两斜面与乙平面皆视为完全光滑 当求至离地15公分处的A点静止释放后 在滚动至低点的过程中 若空气阻力可忽略不计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就是老师上课提过的伽利略的甲想实验 在这个甲想实验中 从一个斜面滚下去滚到另外一个斜面 不管另外一个斜面的角度如何 它都会滚到相同的高度 所以选项C呢说垂直高度10公分是错的 它也会滚到相同高度15公分 选项猪呢也是错的 他们不管斜面的角度如何 它都会滚到相同高度 并不需要比斜面的角度与甲相同 同时选项B呢也是错的 在咖利略的甲想实验中 如果丙变成平面 那么球就会一直滚一直滚 因为它永远都回不到它相同的高度 所以它就会一直滚一直滚 只有选项A是对的 我们从甲往下滑的时候 我们说受重力影响越来越快 从丙往上冲的时候 我们说受重力影响越来越慢 而在中间的以过程 它的合力是0 所以它会保持等速度直线运动 所以我们答案A是对的 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当球至B点滚动至C点时 做等速度直线运动 我觉得已经连续了